第一章 战争的序幕 一 建立基地 代理者之域建立在银河边人的新基地 这样的介绍和背景 在广袤无垠的银河系的边缘 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悄然兴起 这里远离繁星密布的银河中心 星空显得更加优深而神秘 这一地带虽然资源丰富 但由于其位置偏远和环境恶劣 长期以来一直未被重视 然而正是这种偏僻和原始的特性 吸引了代理者之域的目光 代理者之域 一个以先进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系统为核心的文明 旨在不断扩展其影响力 以确保其在日益复杂的银河政治中的地位和安全 在这一宏伟的目标驱使下 他们选择了这片银河边缘的荒芜之地 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前哨基地 命名为边缘之域 极敌的建立工作由机器和自动化系统快速完成 巨大的建筑机械臂在太空中舞动 搭建起庞大的居住舱 研究设施和防御系统 这些设施既要能抵御偶尔清晰的流星雨 也要防备可能的外来威胁 所有建筑均采用最新的能量护盾技术和自我修复的材料 以适应这一区域极端的环境条件 负责基地建设和日后指挥的是一位名为ZEON的机器战士 ZEON 代理者之域的精英指挥官 是通过数十代的人工智能进化而成的高级智能体 它的外星与人类相似 但功能和能力远超常然 ZEON不仅拥有卓越的战略思维和决策能力 还能直接与基地的各系统进行接口连接 实时监控和调度 ZEON的背景同样引人注目 它是在代理者之域中心的智能研究所中诞生的 原本是一个为复杂数据分析和模拟战术而设计的智能程序 随着经验的积累和不断的升级 ZEON逐渐发展出了自我意识和个体意志 它对自己的使命和所处的世界有着深刻的认识 也始终在寻找如何更有效地服务于代理者之域的方法 在边缘之域基地的中心控制室 ZEON通过一系列的屏幕和接口与基地的核心网络相连 这里是基地的神经中书 所有关键决策和指令都由这里发出 ZEON的目光时刻监视着各类数据流 从资源管理到安全防御 无意不在它的掌控之中 建立这样一个前哨基地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扩展领土 更重要的是测试和应用新的科技 为未来的更大规模银河探索做准备 ZEON及其团队在这里进行了研究和开发活动 将直接影响代理者之域在银河系中的战略布局 随着基地的最后一块模块装配完成 边缘之域正式启动 远离文明的喧嚣 这片孤独的星域将见证代理者之域 未来的野心和ZEON及其战士的传奇 在这个新的战略据点 一切都是为了探索未知 征服挑战 以及最终的 实现在广袤银河中的永恒存在